《沙加利亚》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 欢迎你们收看这个和谐频道的节目 每日与主同行 我是中国基督教播导会恩福堂的劳德仁牧师 这几集我会和大家一起思想《撒加利亚书》 《撒加利亚书》的作者是撒加利亚 是从巴比伦秘鲁归回的大祭司 自从西元前538年 波斯王古列就下令准许犹太人 回到耶路撒冷的原居地去重建圣殿 不过当他们回到去之后很快 他们就受到他们秘鲁期间 迁进了去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的当地人去搅拗反对 这个搅拗反对经历了很多代的波斯军王 当中包括古列 大利乌 阿哈徐鲁 阿达斯西 这四个波斯军王 中间其实是横跨超过一百年的时间 在这麽漫长的敌对处境里面 撒加利亚这个祭司就在西元前520年 火柏 先知 哈盖 一起去鼓励 那些被老归回的百姓 要凭信心勇敢去面对这个冲击 坚持去建好圣殿 撒加利亚怎样去鼓励他的百姓 撒加利亚书分两大部分 首先是一到八章 撒加利亚用三个的信息 分别在三个时段去宣讲 去呼吁当时的百姓回归悔改 勇敢参与重建圣殿的工作 然后去到第九至十一章 撒加利亚再按照神的启示 去展望将来 神的救赎工作怎样最终彻底成就在全世界 现在我们首先就看第一至第三章 撒加利亚用什么说话去开始 这个对百姓的鼓励呢 在一章一至六节 撒加利亚没有淡化这帮百姓 在环境里面面对的困难 也没有美化他们在心里面的困扰 他只是指出一点 就是不要再像他们的祖先般叛逆上帝 他们要悔改回转 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就是从上帝的角度去看他们的处境 当撒加利亚讲出这个警告之后 才透过一连串的异象 去宣告上帝的心意 计划和工作 就是上帝必定会重建耶路撒冷 赶走他们的仇敌 重建他们的子民 看顾他们的领袖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朋友 究竟我们今天是怎样面对我们的艰难环境 和内心挣扎的 或者我们都会用很多很实际的方法 去解决我们的困难 去处理我们的挣扎 这些的确可能都会为我们带来一些帮助和效用 但是从撒加利亚书1-3章 特别在这个开始的那个讯息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功课 就是基督徒面对艰难挣扎 关键不是在于我们找有多少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而是我们究竟用什么观点角度去看我们的处境 我们团契在去年的年底 圣诞节 打算在一个公共屋邨的露天地方 那里搞一个活动 去服侍街坊 去希望直指播下一些福音的种子 当我们申请那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没有想过屋邨的职员 竟然否决了我们的申请 给了其他的单位去用 而且事先没有跟我们有沟通 当我们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预备已经搞到八八九九了 我们唯有就是将我们的活动的地方 改去到那些屋邨的业委会 那些室内的私人地方 我们想着这件事 都是默然去承受了这个改变 给我们可能带来负面的冲击 但我们愿意忍来承受 谁知道就在服侍那一天 一个十二月底的冬天 香港竟然落雨 我们本来以为露天公众地方 才是理想人流聚集的地方 谁知道就在这个意想不到的情形之下 情况彻底扭转 当我们换一个 从上帝的角度看事情的时候 原来我们必须要多一份的谦卑虚坏 耐心等候 因为我们实在不能够一百百分之一 掌握我们今天的遭遇 在上帝的带领之下 最终会是什么结果 原来上帝就在不可见的未来 等候着我们 以忠诚的心去面向朝见他 让我们给此提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